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太平国小在废校之后 华丽转身 成为一家独立书店 金鸿山海美景 尽收眼底 开幕首日 涌入千人 国小废校之后变成书店 相信很多民众都认为 不太可能 但是 这个太平青鸟书店的成立当天 却吸引了上千位民众来参加 三楼 都是人 大家都在那里拍张 都是人 因为这个地方是蛮 大家喜欢那边拍照 对因为看起来风景很漂亮 晚上的话应该夜景更不错 因为上面那个猴花山那边 平常晚上就是 如果好天气的话 就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对啊 反正大家不会去注重的地方 就突然变得 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对啊 就规划得很好 对啊 我们市长在做事 用脚来认识基隆 会感觉蛮特别的 其实还不错啊 爬到这个地方 那这边的view你有看了吗 有 这还蛮美的 觉得小朋友在这边 就是上课 之前的小朋友在这边上课 那种大基隆的感觉还蛮好的 蛮幸福的 对 OK 要欢迎你们常来 谢谢 谢谢 台北来的吗 对 对 然后你看 设楼桥 设楼桥看得到啊 看得到,看得到 他的视野只看到港口 对 所以就大概整个半个基隆 180度 全部通通看得到 整个这里 这个三层啊 我们去弄设这个三层 然后好天气还可以看得更远 过去看过去看过去看 現在雞人 雞人早上有三毛 天黑黑 住黑黑人 你改變了基隆的整個 生了三層的生命體 以前基隆很多人都說是什麼燒火城市 那個李基隆市長來的時候 都還在講燒火城市 現在沒有 現在正經的東方明珠 人在也快好了 這邊有很多故事 所以我們把這邊做成一個view很好 你可以看到海洋跟世界連結的一個點 然後跟我們基隆早期發展的這個地方的歷史故事 也是一個很好的連結 那這種連結就會有文化 文化跟書就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創造成一個太平清鳥的一個書店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樣大家來這邊可以看歷史 可以從書本裡面去看歷史 可以從現場的景去看到我們從海洋去連結世界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無限的可能 希望大家上來 今天人好多耶 是啊 非常多啊 我們也希望大家平常有空就上來這裡 可以看到整個的都市 它整個的環境跟整個的港口 甚至港口在這個時代裡面如何的蛻變 這邊都可以細說這個故事 這個不可能的事情能夠成功 背後需要很多人來堅持推動 讓夢想成真 慢慢累積的過程 把它打開的過程 就好像太平清鳥用的一句話 我也覺得還蠻感動 就是打開一本書來閱讀基隆 跟大家報告 我為了這個設計 找到這個建築師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至少有四五十組的 國內外最厲害的我都找來了 可是前幾年找來的時候好棒 然後就再見不聯絡了 慢慢慢慢也是因為這個累積的過程 大家覺得這個空間其實是可以發揮的 有這樣子的底子 來吸引到郭旭元建築師來超刀做這個 我想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就是看我們怎麼重新定位它 那在基隆我們創造了一個新的典範 也創造了一個新的可能性 我想是值得大家來走走看看 這個堪稱全台最美書店 也是跟大郵輪同框的最好拍攝點 基隆市政府官銷處長 還特別規劃好康活動 邀請民眾一起來參加 郵輪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積極在申請負航中 那我們也很期待說 在基隆港作為這個亞洲的最佳郵母港 我們也非常期待郵輪能夠盡早負航 那郵輪的公司呢 也因為我們這個非常棒的 遠眺的一個景點呢 跟我們有一些合作的這個方案 那大家呢 如果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活動呢 就是希望大家來這裡呢 跟這個郵輪拍照打卡 那只要上船呢 就可以有機會可以抽得大獎 那這個大獎當然就是 這個可以搭乘郵輪喔 四天三夜的一個郵輪的郵輪 那我們有兩個大獎 還有呢 還有五個很精彩的小獎喔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說 藉由這個活動讓大家知道 基隆的這個景點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 然後也是非常對於這個 一個基隆港的這個景色 一個最佳的這個這個 這個跳望點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 一年一度的市長輩 三對三籃球賽 在基隆商工開打 激烈的賽況朝襲襟 最後由海大學生組成的 基隆市民隊拿下冠軍 冠軍戰兩隊實力接近 你來我往一度拉鋸 戰況相當的激烈 最後階段是由海大學生為主力的 基隆市民隊穩扎穩打 以二十一比十八 顯勝二樓沙龍隊 奪得這次市長輩三對三冠軍 那藍營會在努力推動 基隆市的籃球運動 我想我們是非常努力的 那尤其是三對三 在今年的東京奧運 列為正式的比賽之後 我認為對我們亞洲球員來講 三對三有很好的一個機會 因為畢竟三對三的球制 跟我們一般全場的五對五的球制 不大一樣 那對於亞洲的球員來講 三對三比較強調技巧 那或者瞬間的這樣的一個力量 那比較跟全場的這種比賽不一樣 我認為對我們亞洲球員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也非常高興 FIFA在這一次跟我們合作 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今年我們辦了之後 我們明年會繼續來努力來舉辦 那本來是規劃要在 露天的海洋廣場舉辦的 但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我們改成室內 那我們真的期待 未來這樣的活動 我們籃球委員會會來努力 也期待有更多基隆市民 對籃球有興趣的好朋友 一同來參與籃球的整個運動活動 對於這種充滿青春活力的體育賽事 對於提升基隆的城市形象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去年在海洋廣場比賽時 成為全台灣最特別的賽場 吸引許多民眾對基隆更有興趣 想要來基隆玩 那我們很希望結合籃球賽在基隆辦理 讓大家知道基隆其實是一個重視運動 同時也重視運動觀光的一個城市 那基隆有很多特色的景點 尤其今天太平青鳥也要開幕了 所以我們今年呢 特別也跟這個FIFA的這個籃球賽 那我們來做一個結合 我們也希望這個選手呢 能夠在這裡過一晚 然後同時呢 在基隆這個逛基隆在地的 非常有特色的景點 到我們的太平青鳥 或者是在國際 在我們這個基隆商工的所在的這個七堵 也有很多特色的地方 包括我們的馬林坑西 還有呢 在地有很多的美食喔 那像我們的這個營養三明治 跟這個咖哩麵喔 所以其實基隆真的是一個非常美 然後非常適合推這個運動觀光的地方 那我們也希望這一次呢 整個FIFA的這個國際聯賽在基隆 能夠非常的順利圓滿 然後也跟我們的球隊打打氣加加油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 由FIBA國際籃球總會認證 最大的國際三對三籃球聯盟比賽 再借用商工活動中心熱情開打 比照最新的FIBA三對三賽制級球場 讓參賽選手有個全新的體驗與學習 那這個賽程的獲勝的一個隊伍 他其實可以獲得我們在FIFA認證的一個積分 那這個積分達到一個標準的之後 其實他們也可以代表 不管是一個城市或者是代表台灣 那到國際上來做一個征戰 其實在2020年東京奧運已經把三對三籃球 納為一個重要的奧運指標運動項目之一 我們也是希望說藉由這樣的一個籃球賽事 能夠培養台灣在地的一個籃球員 那進而到我們的國際賽事 來為台灣的籃球來爭光 其實我們現在這一次的聯盟賽制 其實我們從去年開始 我們都採用了FIBA所認證的三對三的一個規則 那其實他跟一般的我們三對三的賽事比起來不太一樣 因為他減少了所謂的像我們的洗球 或者是說我們在比賽當中 他民眾專權接到球的時候 他不用經過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程序 所以他接到球他馬上就是一個訓功的一個轉換 那其實這樣的賽事呢 比以往的三對三更加的激烈 那節奏也更加的一個迅速 那其實一般我們市民有可能在籃球場上接觸的三對三賽事的規則 就可能有大不相同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看到說 短短只有10分鐘 甚至是只要先達到21分 就能優先勝出的這個隊伍 其實比賽內容並不是那麼簡單 是非常的累 所以其實這邊也要鼓勵我們更多的市民 認知我們這樣的一個國際賽事的一個規則 那也可以在未來我們非常多的運動賽事當中 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機制 讓民眾來繼續來參與 他比較需要就是折返的訓練 因為我們知道三分線跟底線的距離 你會一直不停的折返 防守進攻 所以很需要那種爆發力跟肌耐力 很消耗體力 因為你沒有一個人可以休息 像我們一般傳統的五對五 可能隊友在進攻 其他人還可以休息一下 可是這個三人小組 又加上節奏這麼快 其實就算不是進攻持球者 也很難去做到休息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累 因為他比較屬於一個無養的 快速的移動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 集中市設有集中市特教 特教班的學校和中華台北特奧會 簽署融合學校專案的計畫合作備忘錄 要與全世界各國攜手一起努力 彼此學習 賽場上 孩子們專注的眼神 認真地完成每一局賽事 從去年開始 就與中華台北特奧會合作的 安樂高中特教班 孩子們在課程設計學習 以及充分練習後 也能在基隆區全中運正式出賽 有合作融入式的教育 然後我們也合作了一年 然後感謝今年市政府 也出資給我們學校做滾球教室的設置 還有齊魯國校特教天使們 在融合專案計畫期程內 看到普特在充分對話後的合作 讓失聲動容 我們學校齊魯國小特幼的部分 在之前前兩年也有參加過 資邦基金會的活動 融合在特教的部分 它算是一個這幾年比較重要的議題 讓我們的特教跟我們的普班 做任何活動能夠做得很完善 看到天使們自發互助 更好的學習成果令人大震 在教育處積極引進資源下 基隆市設有集中式特教班的國校 積極投入參與推廣融合教育 2021年10月 巴索學校與中華台北特奧會 簽署國際特奧會融合學校專案 希望與全世界各國攜手一起努力 這個融合學校專案是來自於 國際特奧會跟希臘的一個基金會的資金 那我們今年已經推展到第二年 我們特奧會算起來大本已經在嘉義了 那基隆市他覺得看過我們那個 幼兒運動的那個成果 他覺得很棒 那他覺得希望有機會在基隆做這個事情 希望特教生跟一般生 讓他們有機會在學校裡面就做融合 這樣可以避免在將來出社會的時候 會發生很多歧視或不平等的事情 我們透過這一次就是關於資金部分的這個贊助 然後我們可以讓這整個特奧會 在舉辦這個活動上不用去擔心資源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讓就是基隆市這個參與學校 都可以有比較充分的資源 可以去辦理相關的課程 藉由這樣資源的挹注 讓我們基隆市的特教可以再往前邁進一步 期待這推行多年的融合教育 打破特教與普教的繁禮 今年設有集中式特教班學校全數投入 預期將有更多融合教育活動 以協助特教生展開潛難充實人生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趨緩 衛福部基隆醫院院長林慶峰 特地邀請專業攝影師莊重弦 展出33幅領受大自然饗宴的專業攝影照片 而身為好友的立委高嘉瑜 特地從台北趕到基隆醫院 為攝影展揭幕站台 並且主動高歌 每一次到二台 攀歸孤難中堅強 每一次就像很受傷的不深淚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雙隱情的翅膀 帶我給 給我希望 老家在基隆的立委高嘉瑜 特地從台北趕到衛福部基隆醫院 就是為了好朋友 專業攝影老師莊重弦的攝影展揭幕站台 並且主動高歌一曲隱形的翅膀 為攝影展揭幕祝賀 就算拉高音也難不倒高嘉瑜 我終於看到所有夢想都發動 高嘉瑜用好歌聲駁斥媒體老師說 他唱歌不好聽的報導 也獲得現場所有人的滿堂彩 已經看到二樓很多的好朋友也都出來了 被我的歌聲吸引了 所以呢我就告訴大家 這媒體都有很多的假新聞啊 帶風向說 高嘉瑜唱歌很難聽 港湖 胖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唱歌這麼好聽 然後一直被汙名化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聽現場才知道 一定要親耳親眼聽到 所以很多人說 為什麼你要一直唱歌 我就覺得很不能理解 為什麼我唱歌這麼好聽 一直整天說我唱歌難聽 所以我就是要一直唱 OK了 OK了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趨緩 衛福部基隆醫院院長林慶豐 特地邀請好朋友 同時從事商業攝影 已經有27個年頭的專業攝影老師 莊崇賢 展出33幅名為領受大自然的 響驗的專業攝影照片 在一二樓的院使藝文走廊展出 歡迎喜歡攝影的好朋友 都可以來參觀 專老師其實他是過去 是一個商業攝影的大師 他一堂課 跟大家講報告 一堂課至少五千塊起跳 十一月他要開兩堂課 所以你們口袋不深的 不能去報名 不過今天有在做的 就是他會打折 我記得他會打折 從商業攝影 其實他這樣回顧 三十多年前 到現在他覺得 還是回到以人為本 其實我們講創造者 我們講老天好了 其實攝影者只有三分之一 真正的三分之一是創造的人 還有三分之一其實是大家 我們看任何一個畫面 如果沒有大家參與 我現在如果拿起手機拍照 沒有大家在這邊 沒有今天這個場合 其實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完整的影像 所以等一下有機會我們再看 或者這三個月 大家有經過在看這個影像的時候 即使是那個水 即使是那個山 那個陽光 那隻蜜蜂 任何不管是人事物 沒有創造者 不會有 他沒有設定的時間 讓他進來這個地方 也不會有 更重要的是上帝讓我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時候也拍到了 而從選台北市議員開始 就由莊崇賢幫忙拍攝 選舉訂裝照的立委高嘉瑜 雖然工作忙碌也要特地回基隆一趟 參加莊崇賢攝影展的節目 同時在節目後 應現場觀眾的請求再高歌幾句 高嘉瑜的好歌喉 不但帶動攝影展的熱鬧氣氛 也展現高嘉瑜的親和力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在電影來看有一群年輕人 七年前每年從屏東出發 開著胖卡環島賣漢堡做工藝 今年是第五年到基隆 在市議員張秉均的服務處前賣愛心堡 扣除成本的意賣所得 全數捐贈給專門收容浪浪的林媽媽 知道在基隆市議員張秉均服務處前 設點賣愛心漢堡 下午開賣前 許多支持的粉絲和民眾 就提早來排隊購買愛心漢堡 這群年輕人七年前每年從屏東出發 開著胖卡環島賣漢堡 賣漢堡做愛心 今年第五年到基隆 這一站扣除成本 意賣所得也會浪浪 也就是流浪狗買狗糧 這次在環繞的過程中 然後有接觸到送狗飼料 那我們這次的所得 然後扣掉的時候 我們也是會購買飼料到林媽媽狗園 那他們那邊大概有三四百隻狗 那基隆的朋友如果之後 有就是有愛國人士 那他們那邊也很缺狗人 那可以跟我們一起去林媽媽狗園 然後捐贈狗飼料給他們 謝謝 隔天也確實買好狗糧 和市議員張秉均一起到四角亭 把狗糧贈送給林媽媽 祝林媽媽一臂之力 照顧好流浪狗 也讓林媽媽很感動 那這次其實意賣的所得 我們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來捐贈給林媽媽狗場 而我們毛小孩其實也是小朋友 那請感謝我們陳偉強 高專羽育 贈送了六包的飼料 送給了我們林媽媽 那同時也呼籲 如果願意幫助我們林媽媽的話 其實也可以到他們的捐款專線 然後來去幫助他們 讓我們來共同關心 我們這些流浪的毛小孩 是的 我很高興 讓這流浪狗 才有入口 很好吃 我非常感謝 希望小孩 有一些愛心儀式 到三天 讓我 好像 讓這流浪狗 不會去搖到 好 不然 吃火的人 比較多的人 到三天 記者 必堵 木科解王的 輝紅莊嚴 不少信徒專程前來點 藥師佛燈 祈求身體健康 消災嚴壽 歡迎民眾來自銀寺 藥師佛店參拜 感受法喜 唉 想工作 卻跟不上相待合計 為了協助銀法族就業 政府提供職訊 與津貼補助 各區裡辦公處 也定期舉辦 真材活動 歡迎市民朋友 多加利用 老王老 最佛頭刀喔 民國97年 才開始啟用的 慈雲寺大杯店中 供奉了由 中國名師 取習於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為尊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不妨進到大杯店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 獨特樣貌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現在油價物價奇漲 但是在基隆國家新城 有一家便當店 滷肉飯30年從沒漲價 一碗只要10塊錢 店內的三菜一塊排骨 也只賣50元的銅板價 讓不少人覺得老闆超佛心 一大匙的滷肉淋在白飯上 看了垂涎三匙 到底秘訣是什麼 問題豬肉下去慢火熬煮 滷到透徹 但一碗滷肉飯 居然只賣10元佛心價 讓阿嬤吃得津津有味 讚不絕口 幾年喔 幾年才有 我只要找幾個年了 先用就在這裡 全基隆最便宜的就對了 找不到第二家 我敢保證讚 滷肉飯真的是很有味道 對阿 因為我都是 飯都加滷肉 這樣喔 超棒的 經典讚 而佛心價 不只有一碗10元的滷肉飯 還有經過 先滷後炸的排骨 真材實料不縮水 搭配三菜 及一顆滷蛋 追合排骨飯 只賣50元銅板價 讓客人趨之若霧 對啊 就簡單啦 選擇困難的人來買很方便 好像可以選菜喔 對啊 開選幾樣菜 還蠻多的 就四樣啊 就包含一個蛋啊 包含一個蛋就四樣 牌比也是很大 沒有收 不小啊 不收水 就怕中午大排長龍 早上十點 就有客人先來買午餐 30年來 物價都翻漲了好幾倍 但一碗滷肉飯只賣10元 便當也不漲價 老闆怎麼辦到的 我們現在就是也沒有在 小孩子都長大的 現在就堂子自己的 然後賺 也沒什麼賺錢 就是說做個生理健康 這完全沒有想過要長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也沒有在 也沒有 現在也沒有 沒什麼利潤啊 完全沒有利潤 怎麼說 還算排骨 算排骨的話 還有一顆滷蛋 還有三樣菜 還有飯 還有滷肉 這樣加起來都不只50塊 有辦什麼弱勢活動 他也願意來支援提供 因為這個便當真的是物超所持 我們講的同板架 所以陳儒這個先生講的 他是真的讚 這個便當一個帶回去 有肉有蛋有蔬菜 基本上營養都夠了 所以說他們兩夫妻就覺得說 這就要當這一份事業 大大一碗10元的滷肉飯 滿滿的愛心 無形中讓不少弱勢家庭 勉強求一頓溫飽 真材實料的堅持 就像店門口招牌 天下滷肉飯的美名 果然名不虛傳 記者黃少民 金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 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有FN 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好看 你會說 你會賺牛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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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裡 你會賺牛扒 你會賺牛扒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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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網路交易紀錄 及更新網站密碼 才不會落入詐騙圈套裡面